可以啦 比如說這樣套用 那就把它停止 這樣的話呢 其實 一來呢 你可以防止微軟會在你電腦 存取一些東西你不知道 第二個其實這個好處說這兩個服務有沒有 也就是網路上經常有人在討論的就是說為什麼電腦經常越跑越慢越跑越慢 其實 後來 有人是 抓到元凶就是這兩個 這個跟這個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覺得為什麼電腦會越跑越慢尤其在上網的時候越跑越慢有的時候 實際上跟這兩個服務或多或少有一點關係 那你們可以嘗試把這兩個 這個服務關掉相信對你們 在用電腦上面應該會更流暢一些等一下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的重點是在這裡特別注意剛剛的重點是 如果說你的印表機沒有辦法列印的話你可以找一下這個printer Sparler這個 這個服務你就可以把它啟動這樣子就可以列印了 這邊的話然後順便補充說明一下 那其他其實還可以關閉的像我的電腦我會經常先檢查一下 用排序的狀態這邊 可以把它點一下就排序 啟動的通通會列在一起 那像我會把 一些不需要的啟動的服務都把它關閉 其實這個好處就是電腦真的跑得比較快 而且比較不會 感覺KK的 那記憶體用量也會比較少一些 不過呢 當然這些 至於哪些可以關哪些不能關 有的時候還是 要做一點功課 你們可以稍微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研究看看 我把畫面的還給各位一下 大家好